以下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欢迎大家又来到我指想身体健康这个环节 在都市来说 其实现在大家一般伤风感冒就 有很普遍的都市病 亦都说健康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 原来其实情绪病 都是非常困扰着现在都市人 特别是香港人 因为你看现在的新闻来说 每天其实都有一些不太好的事 可能都会有人因为情绪病而轻生 今天我们请来两位 就是香港心理健康协会的创办人 包括Unique和Agnus 和我们谈谈情绪病的问题 两位好 你好 其实看回情绪病 亦都被譽为现在 全球来说 癌症以外的第二童杀手 其实全球都很多人受到这个病的影响 但很多人都未必懂得分情绪病和情绪低落 可能大家会说 我不开心 我做事不起劲 对平时做的事没有兴趣 但他们未必懂得戒定 其实怎样去戒定 其实我们会说 不开心是一个反应 不是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怎样去戒定 例如长期一两个星期 吃不到东西 睡不到觉 无端端情绪 up and down很重要 我们会说 这一分钟很开心 但忽然间下一秒钟就跌到谷底 或者很少的东西都引起很大的愤怒 这就开始有点关注 但都未曾需要吃药 因为很多市民和朋友都未必懂得分 为什么要吃药 某一些为什么要吃药 某一些为什么不需要吃药 在我们来说 吃药是必须的 有时是必须的 就是当你对身边有的激性 或者对自己有的智慧的倾向 很简单 例如一对结婚 睡觉时无端端看到对方 很想隐瞎他 或者忽然间很恨他 忽然间勾起很多很多 可能未必只是他的回忆 可能一些情绪上的回忆 这个就开始 情绪被一个很大的鲜兆 我觉得通常情绪和心理的问题 就是当情绪已经日常生活 即是当我们很容易发辟起 或者我们情绪是过分的反应 可能很小事 我们的反应很大 我们开始留意到 如果我们情绪开始觉得失控 某程度上你就要注意自己 究竟我是否要去处理他 当然我们有时日常生活里面有压力 我们就会不开心 或者有时会低落 这个也是正常的 但是当我们觉得情绪 三个程度 是令到我们处理不住 又或者已经有身边的人 有些人不能上班 这一步 之后都不找你身 或者有些小事 已经在校园打架 或者聊几句 他已经开始哭 大哭 或者很害怕 我会去处理 就是我们首先从情绪角度去看看 情绪失控程度 是否影响到日常生活 那你就开始去看看 是否要继续去跟进 当然我们也看回 在过程里面 有没有一些事件影响到情绪 如果我们可能情绪方面 可能刚刚有七人过世 或者可能有些很大的事件发生 令到情绪失控 那我们又有另外处理问题 另外就是一些症状 譬如我们发现自己有失眠 手震 或者我们突然间的心肌都很快 心愧 即是叫Panic Attack 如果有这些症状出现 我们就要留意一下 究竟我是否有其他问题影响 我要去继续处理 这个是一个 就是我们开始留意自己 然后再继续跟进 还是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没事 你讲到失眠 这个真的很多都市人都会有 因为工作压力这么大 回到家又可能休息 又打机又看电视 其实你身边有十个 总有九个都会跟人说 昨天睡不着 又或者几晚睡不着 其实这个去到什么 为之一个临界点 才可以界定为一个情绪病 还是否还要看其他因素 还是一个失眠 已经可以去界定 我是有潮水病 其实失眠是一个反应 是 会告诉你 你日头一定有些事情发生 那些事情 是跟你 可能心目中 不是那么如愿的事情 我们晚上睡觉 就很有趣 所以不好的事情就会打出来 你特意 可能说我没有特别去想 但是自己飞出来 所以这个 当我们失眠 你已经知道 去想一想究竟 每一天有什么事 是令到我们不开心 或者是令到我们 特意不去想 其实失眠是一个 反应给我们知道 我们是有少少的问题出现了 未必完全是情绪病 或者是怎么样 一定是有些问题 我们去说情绪病 就是 你经常去排斥我们的情绪 例如不开心 你不让自己不开心 我生气也不让自己生气 但是 刚才Annes说到 就是很大的 很大的 就是和我们生活上 有很大的反应 是我们说情绪病人先禅 而我们也要去 认同我们的情绪才行 所以 我们失眠很大的原因 就是我们去反抗我们的情绪 令到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好像 为什么睡不着呢 就是 就是日常有些事情 你可能没有做到 就是明明我很想做 但我不做 明明我不想做 我就偏偏迫自己去做好多事情 是违背自己良心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就会有失眠出现 就是失眠不犯 不是犯之外 睡不着 其实中间很多人都会睡睡醒 这个其实都可以 是一个失眠的情况 是啊 可能睡睡会睡醒 可能他们会说 昨晚发了很多梦 所以睡得不好 其实很多梦境 也是带回我们日常很多不开心的事 或者一些你很想做 但没有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清楚搞定这些事情 才可以避免情绪病出现 一般人可能他们大部分都会觉得 这些是一些很普遍的都市问题 心跪紧张 失眠 或者是情绪波动 但是有没有一些自行测试 可以知道我真的需要去求助 失眠 其实首先我们分开几类 有些人就是睡上床睡不着 因为我们首先觉得 知道者是不是失眠 我们要知道 究竟我失眠的情况 去到哪里才是失眠症 因为睡不着觉 不一定是有失眠的问题 亦都不是一定要 因为一般人有时 有时也会睡不着 例如有些活动 睡不着 对 要考试前睡不着 这是正常的一个身体反应 或者情绪反应 但是你说 如果我睡上床 我需要很久睡着 这是其中一件事 譬如说半个小时以上都睡不着 这是我们第一步 第二就是中间醒 中间醒也是一样 醒了之后 立刻睡不着 其实没有问题 但是半个小时 或者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 这也是一个症状 最后一种就是很早醒 可能五点醒了 都睡不着 如果我们经常出现这些问题 我们就开始留意一下 究竟我是否有失眠症的问题 亦都不是一次贯切 可能持续性 可能在一个月内 每一个礼拜 都可能两三晚 都是这样的时候 持续性的 那我们才开始 当失眠症 因为有些人 过分紧张 可能一晚睡不到 或者睡不到八个小时 我有个客人 睡不到八个小时 他就觉得我们失眠 他就很紧张 这个其实 未必一定是 所以我们要看看情况 或者持续性 是否一路都是这样 以及很长时间 有些人可能失眠 我试过 可能十年都是失眠 刚才那种症状 经常出现 这些人一定要处理 一般人 第一样做 就是吃安眠药 很多人都是 外面买 问医生 习惯吃安眠药的人 亦都令到他的睡眠 真是差 没有我们正常睡觉 那么好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症状 是否真的失眠 因为有时我们听到 他会很敏感 对于这些事情 或者过分敏感 也会令到他焦虑 焦虑有血都睡不到 一个循环 令到失眠的问题 越来越激重 自行诊断 即是自行诊断 有时会看到一些网 我自己诊断 我自己是否有情绪病 抑鬱症 或者是粗狂症 这些是否自己去做 还是真的找主义人士去做 好一点 其实我们不是很主张 人们不停上网 尤其是现在网络平台太多了 有很多会抄一些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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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合在一起 令到他们会越来越害怕 即是说 我有Bipolar 又有Anxiety 又有Depression Depression可能三个星期 我会不会掉颈死呢 其实会自己吓自己 反而我觉得 先定一定下来 去想一想 其实刚才也说 失眠一定是有些事情发生了 所以不如先了解自己 然后我们也是说 尋屈专业的协助 可能你一次或者一两个钟 已经解决了 而不是一路拖延 可能一两年 两年前或者十年 我也是这样十年 这样 另一个问题 就是我身边朋友也有 就是未必肯承认自己患病 可能有一些朋友 你见到他们有草矿症 或者有抑鬱症的徵兆 但他们就拒绝去承认这件事 然后就漠视了求医 亦都错过了黄金治疗期 其实这件事 如何作为你们 都是一个专业的治疗师 如何去给一些提示 他们说 我真的承认我一个病患者 因为通常有一个很大的 现在的社会误解 就是仍然都有些 比较负面 就是觉得你有情绪病 可能你有精神病 或者直接不会去到 你傻的 痴线的 这些负面的形容 就令到他们不次求医 即是你们如何去提示他们 其实一样 首先是留意自己的情绪 留意你的情绪 没有影响到你的生活 当然我们去理定一个病 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有些人可能会说 有些我们身体内的构造 或者我们有些心理上的问题 有时不是我们可以立即知道 那测试方面 其实有些测试 我们都可以参考 那些是可能一些 一些比较专业的测试 譬如我们在心壳里面 也有些测试 是给一些人去看看 自己是否真的有 一些某些的病 例如OCT 或者ADD ADHD 这类的一些问题 如果我们自己去衡量 就是因为每个人对情绪的影响度 都不同 有些人很大压力 他都可以很开心 有些人可能小事也很大反应 有些人可能小事也很大反应 那些人自己 他能否应付到 他的生活能否应付到 他能否应付到 他能否回到工作 他的情绪问题 影响到日常生活 其实这个就要去处理 或者要在 未必定立即要去四日 刚才刚才说 我们首先去看看 我们的情绪 在心理方面 能否解决到 我想关注 那些人未必肯承患病 他们怎样可以 令到他们说 我放下我这个枷锁 去寻求医 如果你真的觉得 身边的朋友 他真的有很大的问题 但如果你跟他们说 不如你看一下医生 一定可以的 这是更加的方法 所以我很多时候 会做 有很多年轻人 十六七岁 十五六岁 他们未必好 知道什么是精神病 或是情绪病 但父母就很想他们来 我多数都会教父母 就是不如你陪我 我觉得 妈妈好像有点问题 妈妈好像有点事 如果你跟同事都是 不如你陪我 就是调转了 就是我有问题 我觉得你哪有问题 有啊 我又不太睡得到 我又很猛忍 我看到老板 真的想执他流血 那 我整小小事 每天都不想上班 一回到去 我就觉得周边的人 又看着我 即是你会说 类似你身边的朋友 的问题 就放在自己上 当是这样的时候 他陪你了 其实上到去 治疗室 或在专业人士前 就有办法 令到他们放下枷锁 去接受 这是一个很容易做的 因为另外还有一个误解 就是他们觉得 譬如说 一去到做情绪治疗 去诊断了被戒定为可能有情绪病之后 一世的了 他们都说 我不会去的了 因为吃一世的 永远都不会停药 这个误解如何去理清 其实现在我觉得好了很多 因为我也多了很多 可能小朋友 妈妈带来的朋友 也不是那么负面 就是觉得我要去处理情绪 还有他们觉得如果做了之后 他可能成绩好些 他可能会开心些 那么家长觉得他都要面对 还有现在可能社会的传媒 也有很多报道 说情绪病 或者已经从谷底上回来的 一些见证 所以现在的人其实是接受多了 有时我们会 可能我们提议 不要一次立刻叫他去看医生 而是慢慢和他谈谈谈谈 让他知道 这一件事可以解决 为什么人们觉得自己没有问题 是因为他怕别人觉得有问题 第二就是他自己觉得 当然是今次的问题 或者觉得自己是否严重到 要作为一个界别 是精神的 是患者 所以有时我们会转一转 就是我们要帮人做教育 教育就是说 可能我现在有些问题 其实很多人来做失眠 如果失眠一些症状来看治疗 他们的感觉是觉得舒服一点 不是觉得自己是一个 如果你说我抑鬱来看 那你就觉得是病 但譬如我可能是情绪或者压力 其实有时我们有时 会和其他人去叫你来 譬如做治疗的时候 不如你去减压压 或者去处理一下你的压力 如何令到你上班的时候 你可以有动力一点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比较正面的 正向心理学 正向心理学 就是我们不要每天都是医病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医病 即是我们之前可以 等自己好一点 就不一定去病的时候才去处理 譬如我都有压力的时候 我处理的时候 我就不会再令自己 因为压力而失眠 或者因为压力而出现 或者压力而出现 现在的治疗的方向 其实有很多种 是吗 是的 始终我都会觉得 心病难水深入义 因为很多时候 他们会是因为 父母影响的 从小到大 我经常觉得 有没有一粒药吃了 由你很恨妈妈 变成你很爱她的 很难的 所以一定是有些结 当你打开结 是要靠聊天 从对答当中 我们会知道 某些出现了一些问题 而在那里着手 就会容易很多 吃药你即时拿 但是你禁住了 令到雪球合影 越大越大 我只想身体健康 今集和Unit和Agnes 谈到Neo 下一集回来 我们继续讲讲 其他情绪健康和管理的问题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